這是為什麼要養生呢? 因為其實像是年初流行性感冒特別的嚴重 然後就是有可能都是因為間接的傳染造成的 然後為什麼會間接傳染? 因為我們手上其實有可能會存在許多的細菌跟病毒 然後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可以預防這些細菌或病毒 到我們身體其實就是洗水 這是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那洗手要怎麼洗呢? 基本上最好是用水跟肥皂 但是一般我們可能會沒辦法拿到水跟肥皂 所以一般目前建議可能就是用這個乾洗手液 乾洗手液我們會先取一些乾洗手液在水上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有一些步驟 就是內就是要洗手心 然後外就是洗手背的部分 然後甲就是洗指尖的部分 公就是洗我們指背的部分 因為這些其實是蠻容易忽略的 大似大拇指的部分 純衣其實呼口也是蠻常會忽略的部分 第一就是指尖的部分 就是指甲的部分 因為這個指尖其實有時候會也是蠻容易忽略掉它 然後最後再洗個手腕 然後這一整個步驟大概需要20到30秒 然後這樣子就是一直都要戳到它的乾為止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就是把手上的一些細菌病毒把它清除掉 然後基本上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就是在洗手就是要關鍵的時候 特別洗手會效果會比較好 像是我們一般可能有時候會喜歡去摸鼻子 摸眼鏡 在這些之前其實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會把手上的細菌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所以在做這些動作之前就是要洗手 然後另外就是上完廁所後 然後或者是吃東西前 這些其實都是蠻重要 然後另外就是在醫院的部分 如果要來看病整 看完病人的欠跟看完病人後 其實也是需要做一個洗手的動作 但是 några治愈的聲音 很重要